溪安 為什麼你 今天 平常的一些老毛病 又跑出來了 我現在先講說 你今天要表現得 比較不錯的地方 就還是你很漂亮的高音 你的無所謂 你的畫面的愛情 然後副歌的第一句 我想說很棒 開始表現得高音了 可是愛誰之後的那個如果 就開始搶拍 所以今天搶拍 其實也是你很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更大的問題 就是今天的 靜歌大雨過後就開始 那城市的屋頂等等 飛機啦,等等 所以今天 孔寬老師,我也有配樂囉 對啊,你看 大家都覺得今天有點危險了 所以還是要穩定一些會更好 欣恬,我覺得 其實你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的運氣 特別是在那個 所有的事情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小小的個子怎麼能夠把 要運氣那個氣一提就對了 提上來,真的很棒 旅行唱歌 卻又不斷欣賞 所有的事 有給明天 然後也很喜歡你的強弱拍 你看你的麥克風 像有些人這樣拿進拿出 你都沒有 你光是這樣 然後你要Vorte的時候 然後你要漸弱的時候 你的Crescendo都做得 非常的漂亮 那要講你的缺點的地方 大概就像老師他們提到的 就是你的那個 高音的共鳴會尖了一些 然後跟你分享 就是說其實像 走不進你的世界走 其實耳之偶走 它沒有N或是N 或是ON的音 所以其實你走的話 你是用走 所以其實你要剪掉那個 N、ON的音的話 你用走 它其實是OU那個地方 你的共鳴降下來一點 然後把它推上去的話 其實老師在挑剔 你的那個共鳴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就是高音煎了一些 加油 謝謝老師 丁翔文老師,請 來 齊安 謝謝 知我者孔鏘老師也... 你真的很不穩定 我發覺 有的時候好精采哦 有的時候真的讓人家 捏一把冷汗 好,你今天選這個歌 它有一個... 有一個妹妹嘎嘎的地方 我覺得你今天沒有抓到 就是主歌 它的音階的線條 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 往上走 它其實很不好抓 然後你要唱得非常流暢、圓滑 你要是這幾句有唱好 分數就拿到了 但是難就是難 難在主歌很難唱 反而副歌並不難唱 副歌是你的強項 就是衝力度、衝高音 好,所以還好 還好你的強項有穩住分數 但是前面真的幫你捏一把冷汗 好,這是第一 第二 你在主歌的情緒 我認為不是很正確 因為主歌呢 它其實是一個很心碎的歌 但是呢 你唱起來表情是很深情 好像還在情網內 也許了那是我的誓言 在你心中我沒有地位 那是吉他唱不出的心碎 你忘了你的誓言 這個很重要 你今天唱了一首抒情歌 能不能讓我們引起共鳴 那個就是情緒的問題 所以其他我覺得 你要學的功夫還有很多 雖然你現在的共鳴 其實練得已經相當漂亮 你在主歌進來 已經有胸腔的共鳴 往下壓 然後往上走 很好、非常好 你要繼續朝這個方向練 但是你對於一個歌的理解 它到底它的情緒是什麼 你要抓得更精準 好,這是你還要做的功課 然後我心田 我覺得心田 你隨時要準備 你要坐上去 我為什麼講這句話 是因為不要再混了 坐上去很危險的 稍一不剩就下來 它不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拿點而已 所以你隨時要準備好 你的頭腔的功名 你的胸腔功名 一定要趕快練 然後你對於一個歌的 這個設計的部分 還要再細膩一點 你的天分非常好 但是要再有一點自覺的去演唱一首歌 這個很重要 好不好 其實你們兩位的程度都很高 但是常常就在比這個 OK 好,加油 謝謝老師 今天的挑戰者是90.1 齊安這首歌能跨過90.1嗎 評審請給分 好,我們看傳奇安可以得到幾分 80、81、82、83、84、85、86、87、88、89、90 90.1分 90.2分 90.3 90.4分 90.4分 嚇死我了 沒有嚇到我 差一點沒過 對 不是,連我都嚇死了 對 不知道該怎麼抱下去 是 表示心田 你真的來兩次就威脅到 也增加節目的可看性 繼續加油 不要客氣,好不好 謝謝心田 來,謝謝 謝謝 恭喜其安 已經通過考驗 這首歌還好你後面有掌握到 突然的話 真的是滿危險的 對 尤其心田給你這種震撼教育 真的 真是 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 就是其實 你才過到第三關就已經跌跌撞撞 怎麼辦 沒有,其實上次心田來對不對 我想說唱完歌了 結果忠哥報分數 報到90分 我就越來越錯了這樣子 對,然後趕快回去就做功課 就上網找 就是之前唱過90分俱樂部 有一個90分俱樂部 找一些南國瑜歌手唱過的歌 比較高分的歌曲 拿來選 對,但是還是要謹慎 沒錯 不要有壓力 唱歌就是享受過程 其實別人的分數報 不管他報91、92 其實與你是無關的 你自己要表現 永遠要跟自己賽跑 是 不能因為別人報到88 86分你很開心 結果你唱到87有什麼意義 對 你懂我意思嗎 人家就算唱到88 你要唱到92 這個才有意義 如果人家唱到92 你93 不是更漂亮嗎 對 你要走向衛冕之路 這種成績穩定度 才是讓大家不會擔心的 是,好不好 我真的每次報你分數 我也很累 抱歉 好,來,恭喜你 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恭喜陳其安 衛冕3分 目前累積的獎金 到達了6萬元